哈喽大家好,小黄说房车 今天有车友自信小黄 他在房车的选择过程中 空桥这一块他该怎么选 确实,按照现在炎炎热的夏天来说的话 空桥是很有必要,而且必备 而且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房车生活 那么常见的空桥的分类的话 主要也就是四种 第一种的话就是我们的紧致空桥 第二种,几质空桥 第三种,家用空桥 第四种,单冷的便平几质空桥 顶致空桥,首先它是一个整体的 比如说它的压缩机的凝器 主控板以及出风口都是集中在一起 这类空桥看起来的话也非常显眼 从车外看会有比较突出的一部分 增加了车身高度 它的优势就是安装起来比较容易 只需要在车顶开一个孔 然后做个支架,做一定支撑 但是这类空桥的话 它的弊端就是,首先它的质能效果 实际上据大多数车友的反应 不是太好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功耗比较高 第三点的话就是噪音比较大 因为试想一下 我们的空桥压缩机的凝器 这一块是极易产生噪音的 它都是集中在车顶上部 第二种,几质空桥 不明思义 也就是整个空桥一起式的 然后放在雨盘 或者是车内或者是车外 那么车内空桥的话 首先它的质能效果肯定是不太好的 因为它的出风口是在底部 它的好处就是同样 占用的空间会比较小 第三款的话就是我们的夹用空调 那有很多车友就说了 夹用空调绝对是空调里面应该制冷效果最好的 而且它不仅制冷还能制暖 当然制暖的这个功能的话使用的是比较少的 因为制暖是一道加热 加热的过程中它的电耗是非常大的 基本上常见的配个七八度电的话 那可能两三个小时可能就没电了 制冷效果绝对是最好的 弊端的话就是它比较占用空间 当然有之前的车友提及过把它的主机 也就是外机拆减 然后再进行安装 但这涉及到空调本身的售后 以及安全性方面也有在考量 这也是小方不太建议的 如果不拆减 它又占用到比较大的空间 而且对于安装位置也有比较高的要求 因为它侧面的出风口会比较大 再说说第四种 也是我们原厂或者是其他房子改装厂 使用的比较多的单能变频级这种空调 这种类型的空调实际上之前有很多 是24伏的 常规的却用在一些大户车上面用的比较多 而后来针对于房车这一块 做了一个相应的产品开发 现在12伏48伏都是比较常见的 这种空调的话 它同样也是外机和内机分开 外机的压缩机的一切 也不用占有很大的车内空间 而且可以直接安装到机盘下方 它的内机的话 就像家用空调一样 安装到车内 而且它的内机会比家用空调的内机会小 所以一方面 其一边的空间 另一方面的话 也保证了一定的智能效果 再一点的话就是它的噪音 现在我所在的 我们这样一辆微减的房车内部 空调声音打开了 基本上这个声音 这样一个环境内部的话 基本上能够保证到 咱们在车内的一个睡眠 本期 小黄对于房车上所谓空调分类 以及各种功能的对比的介绍 就到此结束 朋友们还有更多想要了解的 欢迎在小黄的视频下方留言 后来的思念小黄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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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